好,各位好,現在為各位介紹的是Java裡面的運算式 以及它的這個運算的優先順序 那什麼叫做優先順序呢? 我們都知道這個在做這個試者運算的時候 有這個先乘除後加減的一個優先順序對不對? 好,那一樣的在Java裡面 除了這個加減乘除之外 還有其他各式各樣的這個運算呢 還有它的優先順序 那這邊有一個表,各位可以看一下 在所有的這個運算子裡面,括號是最優先做的 這個跟我們學的數學是一樣的意思 通常括號裡面的東西要先算 然後接下來呢,是正負號 正負號的部分也會先做 然後再來就是加加 那加加有分前加加跟後加加 待會會做一個練習跟說明 再來是乘除 所以如果有正負號會先做 再來是做這個乘除 還有modular modular就是取漁數 之後呢,才是輪到加減可以做 其實加減的順位排在第四 再來這個兩個大魚跟兩個小魚 這個呢就是什麼?是位移 那位移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它觀念呢是在二進字底下 它往右移幾位 比如說往右移就是代表去掉後面幾個位元素 那就變成用除法 那如果是小魚,連續兩個小魚代表往左移 代表乘法的意思 然後接下來才是輪到這個大魚啊 大魚等於這些的判斷 所以這是一些 使用上的一些這個 優先順序 那我們來透過程式看一下這個效果 好,假設呢 假設我們現在要輸入這個 攝氏 然後透過攝氏度呢可以轉華氏 攝氏可以轉華氏 那這個攝氏轉華氏的公司在這邊 好 攝氏 攝氏在這邊 輸入在這邊 然後去做這樣的計算之後再取得華氏 OK,所以我們一開始呢 有一個提示訊息C 讓使用者輸入攝氏度 攝氏度 攝氏 一開始呢 因為它是 我們知道溫度呢 它有這個小數點 它不是這個 這個單獨 它不是整數的一個值 所以我們這邊用float 一開始呢 float的這個C呢 假設它等於什麼 使用者輸入 scn.next float 取得這個之後 我們去計算它的值 好 那這個值呢 假設我要它精細一點 double F Fahrenheit 華氏度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 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要看一下公式 攝氏C 然後呢乘上9 除以5 然後再加上32 好 這樣子的寫法 跟公式 有沒有什麼差異 因為攝氏度 變數在前面 然後呢 乘上5分之9 那這樣子的寫法 乘9 再用5去除它 這樣是可以的 那在優先順序的部分 它會先做 乘法會先做 做完得到的值呢 再跟 用5去除它 這個部分去做 做完才輪到相加 相加 所以這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結果顯示出來 好 好 我們顯示說 這個 華氏度 華氏度 華氏度是多少 我就把 F顯示 顯示出來 F 好這樣子就可以得到這樣的結果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看一下城市執行的這個效果 好 因為最近天氣很熱 假設我們今天天氣 華氏 好色氏 37度 很熱 好執行之後得到華氏度是98.599 這樣子 這是華氏度 OK 好 那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 我們把這個 加進去 好 加什麼呢 比如說我的F又重新被給值了 好 那請輸入對不對 我們輸入 這個 華氏度的值 好這邊 輸入非人函 F等於什麼 scan 點 next double ok 好 因為F呢 我們這邊用的是double 好 然後呢 我們的這個 c呢 等於什麼 這樣子轉就會出現問題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剛剛 這個c呢 接收的是float 那f呢 我們現在輸入是double 然後呢 你要讓它輸出變成float 它就會做tuncate 就是會去掉 這個後面的位數 那這樣子 有幾個做法 就是全部都改成float 對不對 全部都改成float 這是一種做法 或者呢 全部改成double 所以各位在寫程式的時候 要去思考一下 你的需要的精確度到哪邊 然後轉換之後 的這個過程呢 不要有出現這種被tuncate的這個狀況 不管會 你的程式呢 它精確度就比較不穩定一點 好 那c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摄氏度的取得呢 它是從華氏度去減掉32 再乘上 九分之五 好 所以假設呢 我們很直覺的 就是很 不假思索的 用f呢 直接去減32 然後呢 再乘上五 再用九去除它 那各位可以知道 經過這樣子的計算 我們先來這個 模擬一下 我們把它的結果顯示出來 c等於什麼 c呢 我們這邊應該是改成這個 好 攝氏度呢 為多少 加c 加c 好這樣子就可以把結果顯示出來對不對 好 那我們在 跑程式之前 在run程式之前 我們先來預估一下 好 如果說 好 如果說這個 華氏度 華氏度是100 華氏度的100 相當於是台灣 相當於是這個 攝氏度的 好幾度 我們來先算一下 100 100 在這個公式底下 100 減32 68對不對 那68呢 再去乘上5除以9 68 乘上5 然後用9去除它 得到的是應該37.7777 這樣子 好 這是我們心裡的一個 這個 概括啦 這是一個 我們希望得到一個這樣子的值 37.777 好 那我們來執行程式看看 好 這個呢 還是攝氏轉 華氏 的部分 所以我們37度 可以得到98.6 好 那假設呢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輸入 華氏度 100度 好 那它的攝氏度是多少 83 怎麼跟我們的不太一樣 我們剛剛不是說 37點多 所以這邊顯然出了一點問題 出了什麼問題呢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優先權的部分 各位 看一下我們現在的這個式子 在計算的時候 它會這邊先做 還是 這邊先做 很顯然 現在我選的這個部分會先做 為什麼 因為剛剛我們提到的這個 優先權的部分 先乘除後加減 還有括號的部分 會先做 所以呢 就會出現說 這樣子出來的結果 並不是我們要的 對不對 好 那就是優先權的問題 它會先做 32先乘上5 再用 這個9去除它 最後才用F來減這個值 所以減完之後 它的這個 這個色寫 就是它的攝氏度 就會 比較大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去調整 才有辦法達到這樣的需求呢 很簡單 其實我們就是把它 希望先做的 用括號去把它框起來 就叫它先做啦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剛剛的這個 這個優先順序裡面 第一個執行就是括號對不對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次 我們改成這樣之後的這個計算結果會是什麼 好 程式重新執行 這邊輸入 攝氏度37度 華氏度為 98.6 好 那如果說我給它 華氏 華氏100度 攝氏呢 是37.7778 顯然這個就符合我們剛剛所要的這種需求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就是 這個優先權的部分 還有在運算的時候 運算式 各位 可以知道 在這邊 它都是等號的右側 等號是一個assign的意思 把這邊的紙算完之後丟給左側 所以這邊呢 是一大堆你要計算的東西 這叫運算式 那我們也提到說 剛剛也提到說 加加 這個加加 先加加跟後加加有什麼差別 先加加加的意思就是先加了 再做 那有的是先 先這個 先硬再加 舉個例子來講 假設呢 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先 這個 做測試而已 所以我們來 看一下 假設呢 我在這邊宣告一個變數int V L 它一開始為8 整數8 整數8 好 所以呢 我現在假設 在這邊 我做了一些 操作 就是我要把VL值顯示出來 好 那這個呢 結果就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我這邊要顯示的結果是 先加加加 國號先加加 針對VL先加加 再印 好 那它得到的結果會是什麼 好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好 這是前方啊 前方加加 好 好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 後方 好 那這兩個的差異在說 我們看一下把加加放到後面去 好 那程式執行起來的時候 為了區別我們還是用兩個 好 VL1 等於 5 好 那這邊呢 顯示的是VL1 加加 好 那我們程式執行起來 好 剛剛這邊應該要換好 好 各位如果在執行程式的過程 你想 欸 剛剛打錯了 我程式還沒有執行結束 怎麼辦呢 好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 Eclipse底下 這邊有個紅色的按鈕 這就是代表正在執行 那你要中斷它 你就直接按它就好了 程式就中斷執行 它就不會再往下做了 好 所以這時候就可以改程式嘛 改完之後讓它重跑 好 改完之後重跑 那我們來看一下 程式執行之後 剛剛還沒有存檔 好 存檔之後你會發現 欸 這邊 在前方的加加我本來是8 結果印出來的結果是什麼 是9 代表什麼 它已經加完了 對不對 然後這個 VL1的部分5 執行完竟然還是5 那不是有加加嗎 為什麼還是5 因為它在後面 所以它會先把紙 繡出來之後 再做加加 這一行結束之後 它才加加 那這個是什麼 我要 要印之前 我就先加 所以它放前面 放後面都可以 只是說 它 你在使用的時候 到底是要它先 加完再做 還是 做完之後再加 就要看各位在 解決問題上面的需求是什麼 所以它可以放前面 也可以放後面 但是出來的結果呢 是不太一樣的 好 以上這是這個 運算式 以及這個優先權的部分 提供給各位參考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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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